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为为什么巴西会力挺他 对 巴西的副总统喊出了巴西需要华为 为什么呢 因为巴西是南美最大的一个国家 从2.5G一直到4G用的都是华为的设备 所以现在用上瘾了 你假如5G不用华为的话 一切重来 光是基础建设又是一大笔钱 所以就是头已经洗下去了 我不用华为我也不行了 对 但是背后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缓暴户 美国卖到中国的大豆关税25% 那现在谈不拢 谈不拢了以后 中国还是需要大豆 要跟谁买 跟巴西买 所以巴西说我们准备好了 这句话他没有讲 我们准备好了 你们继续打吧 来 我大豆卖给你中国 比美国的大豆更便宜 所以巴西余翁得利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巴西出口的农产品80%就是大豆 就是卖到哪里 卖到中国 所以副总统没有说我们需要华为 他背后没有讲说 我们需要卖大豆给中国 还是商业的利益 好 现在南美另外一个大国家 叫智力 中国还准备从那么远的中国 拉一条海底电缆 2万公里拉到了智力 美国说不行不行 你这条电线电缆不要给我拉 拉了以后我的后家门 你要窃密 后家门 因为智力的地理 更往下就南极的大陆 南极的大陆有什么 有美国的军事的设施 有一些秘密在那个地方 我怎么知道 你拉的那条电缆是做通讯的 还是做窃密的 对 好 那说到窃密了 灰州说 小心 人家说地球上 中国是第一个大陆 第二块的中国大陆在哪里 灰州 2011年的时候 灰州联盟 要盖一个新的大楼 中国很好心 来来 我来去不用钱 不用钱最贵 后来有人指控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中国进去 灰州联盟那个大楼 到里面伺服器去偷机密 送回中国 所以看了这个灰州了以后 再想想看 南美洲以后也用这个华为的设施 下一个市场或下一块的大陆 就在南美洲 华为挺不挺得住 如果靠中国市场 俄罗斯市场 南美洲市场 非洲市场 是不是有机会挺住 因为我们刚刚节目里头也谈到 其实这一次中美贸易大战 已经快变成是两大阵营大战 有点像是轴心国和同盟国 美国这边当然拉拢了欧洲 除了英国之外 还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 但是中国有厉害 他拉了俄罗斯 拉了南美洲 甚至于非洲应该也是他的市场 他们PK之后 华为活不活得下来 现在大家各显神通 但华为还要拉一个人 拉什么 台湾的厂商 你看今天媒体讲 华为拼土尾 加速自建的供应链 要揪揪 找一堆台厂来助政 我们就举几家的公司 第一个 略光控股收购的细品 细品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封测厂 本来是怎么样 福建进华跟联电 不是合作那个记忆体 12寸厂 现在被美国一刁难以后 全部停工 细品的工厂在那个地方 放着也是放着 准备要跟华为旗下的海丝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南京厂 先金眼代工 然后产品就送到了细品 在大陆的这个厂做一个封测 第一个揪的细品 但是也许我们观众讲 烈光太大了 光是这个力度 烈光不会动 我们现在来注意两个 第二个 后段的封测还有谁 金盐店 2449的金盐店 金盐店大家看到五月的营收 竟然历史新高 哪有可能 金盐店这一波老实讲 创高了以后 30.15也跌了一波 但守住了这个季线 现在这个业绩出来那么好 然后金盐店公司是说 我们有接华为订单 但我们不是接到手机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可能有疑虑 但是我们接的是华为5G的基地台 这个华为5G的这个部件 还是会持续的进行 另外一个锡格 我们看6257的这个锡格 锡格也跟华为要合作 做后段的封测 这家公司老实讲 大家不太注意 我告诉你 他5月的营收还是有益起 光配息就配2块 配2块 现在股价28.95 殖利率高于7% 大家可以看 杀到这个过程里面 后面这一段 其实他的股价已经抗跌了 不太跌 而且量都缩了 所以华为现在可以说是 使劲的神通 但是阿冠你讲到了 的确现在有集单 可能未来这几个月 但是时间假如一拉长 搞不好砍单 为什么 到了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华为的手机 你主要的一个晶片 都是美国这些来提供 可能会被切断 切断了以后 本来华为今年 本来年初的时候是说 去年卖了手机2亿支 今年要2.6到2.8亿支 要成长340% 就是之前 对340% 哇 没有那么大成长 现在顶多2.2亿支 再成长10% 但是下半年 苹果的新机就要出来了 苹果大进压进 所以华为可能到了 也许第三机之后 砍单了 所以蔡总的意思是 之前因为华为担心 会有锻炼危机 所以赶快做库存 大家都有集单 营收度表现很好 但是等他库存告一个段落之后 后面就可能是砍单了 对啊 所以啊 因为蹭口都可以蹲到摸摸摸 也许短多长空 对台厂的公司来讲 所以有人点名 砍最多的是谁 会砍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虽然5月的营收 有800亿的一个水准 但是到了7 8月的时候 你再看看 那时候素质假如不上去的话 可能会被砍单 最悲竿的说法 台积电来自于华为的订单 会被砍掉30% 30很多 很多啊 很多啊 现在华为海思是 台积电仅次于苹果 第二大的客户 占它整个营收10% 那假如这个部分 砍掉30%的话 那对台积电啊 这个第三季以后啊 可能就忘记不忘 这个投下的一些变数了 那华为拉拢这些台商 这些揪团 接受它揪团的这些台商 短线上的指数 股价会动吗 我觉得短线 因为看它的 我们刚才讲的 像金岩店细格 5月的营收都优于疫情 所以看起来 6 7月的状况 都还会不错 所以可能未来 可能要一个月一个月看 未来两个月左右 这个是OK的 未来两个月了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三星 刚刚谈到了华为 华为有些拉货 有些坦单 其实真的有担保了没啥啥 三星就在大拉货 目前看起来三星一定认为 华为失去的病 我有机会吃到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 媒体大篇幅报导 三星大拉货 台供应链大进步 他们主要是因为 他们要抢华为的市占率 所以包括新机 Eno 10 S10系列 现在都在加码试单 所以这个部分 国家会动吗 我先提一下 华为的手机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 应该会越卖越好 但是很重要 它在美国市场 其实没有 重点在于欧洲市场 高阶的手机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未来 Android系统不可以用 讲讲Facebook也停了 这些手机在欧洲市场 其实卖不动的 但是今天Google出来抗议了 他跑去跟美国政府游说 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子我们会受伤惨重 但重点在于 中美贸易如果没有达成的话 美国官方一定会坚持 你这些相关的公司 不可以提供零主件 软体也不可以 华为在欧洲市场一定非常的惨 那这一块谁会接收 一定是三星 高阶手机这一块 所以刚华为的供应链是 短 多 长 空 那三星的供应链是长多 基本上这一波 我觉得这个华为的事件 真正的受益者一定是三星 不管是5G设备和手机的部分 市场你看5G设备 三星拿到新的合约的部分 已经超过了华为的部分 手机这一块是真正影响 台湾最多的部分 我要稍微提一下 三星手机卖好 对台湾其实相对是比较不利的 不利啊 因为三星本身很多的供应链 都是三星它向下的 国内的韩国厂商提供 只有少部分 只有台商在提供的部分 最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散热的部分 散热 像今天的股价 散热涨幅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只有少数是台湾厂商提供 台湾厂商 对 那少数里头呢 散热是最明显的 因为过去散热博股 三星的散热的部分 就是跟台湾的相关厂商合作 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今天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好几个灯 散热部分有两个 第一个是量的部分 3G手机卖得好 量一定会再增加 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 未来要走到5G的部分 本来的 你知道 手机如果很热的话 它的效能要打很大的折扣 到5G的时候 它的热度是原来4G的2倍 所以说未来散热的方式要改变 我每次用手机看连续剧的时候 我手机都很烫 那将来如果5G时代来临 用5G来看连续剧的话 那岂不是要烫腾腾 是不是有可能我就变小阳光了 所以这个散热据说了 在5G时代的散热 跟现在散热不一样 将来是用热板不是用热管 对 我们知道 现在Apple手机是用石墨去散热的 一般其他的厂商 大概用热管去散热 一般是用热管 未来要用所谓的热板 板的话面积会比较大 制作方式也比较难 你知道它的报价 是原来热管的几倍 5到10倍 如果说未来5G 所以也就是说热管1块钱 它是5到10倍 5到10倍 那这样利润也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相对比较增加幅度非常好 不管是营收利润会增加非常多 因为它的制作难度真的比较高 而且到5G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手机会非常的热 没有任何解决的方式 未来可能就到所谓的VC 热板的部分 那这些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材在 股价你可以看到很明显是 泰塑 双红 像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散热股票都非常强势 但是我要稍微提一点 5月份的营收出来 你可以看到像泰塑 像所谓的双红的部分 营收都比上个月衰退了17% 所以代表它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它在反映未来 对 反映未来的部分 不是反映现在 对 反映未来的部分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只要未来手机要跨越到5G的部分 不光是三星的手机 其他多的手机 都要在散热这一块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些公司未来都非常有机会 就跟早年电池 对 早年也是电池出现大变革之后 电池相关干领股大涨一波 那么现在从4G进入5G之后 整个散热会出现大变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股价 这头拿几档比较值得留意的 目前我个人觉得 你可以看到 之前散热的族性 有稍有冷的一个迹象 好 我们看一下操纵的股价 事实上之前你会发觉 整个大盘回档 它股价回档的空间 是相对比较小的 市场我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大家都预期 未来5G散热有很大的变革 现在加上三星的一个加持 所以你看到今天股价涨幅非常的大 今天的量也增加幅度非常大 这个族群未来 大家知道一个大趋势的话 通常股价大部分的资金 不管是外资或本土的投信 慢慢针对这一块 都会做一个持续加码的动作 这个族群个股很多 这些公司 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能力 可以应付未来的5G新时代吗 目前看起来操纵双红 应该都有机会 应该都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双红的股价已经慢慢 我们来看双红 今天收了一个长红线 收盘涨提 可以看到 已经慢慢突破整理的平台 整理区 对不对 看起来这个族群未来一定是 因为现在整个电子产业 事实上看起来状况都不好 会把某些有机会有体材的部分放大 所以资金可能把部分的电子股药 跑出来之后 可能针对这些相关的个股 会做一个大幅度的加码 这地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三星大拉火的效应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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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